从现世间无不好兵器 一拍照福与惊天逸 情和意不忍舍弃 九云公布与空涌变幻器 春时渴望消耀手我路 抬去弃势的坚弗 要祝我梦境明天震怒 代价太高 修行按刀上 无奈各配赴了哪不见立场 尽了千倍了恩义 几时难以绝对未退让 从现世间无不好兵器 一拍照福与惊天逸 情和意不忍舍弃 凤眼旧梦化不准 这次普天南月流之药 摩斯公可以说取得全面胜利 相信他很快就会记得皇姐的身份 恐怕现在 已经出现了个麻烦障碍 是秦武耀 龙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 谷夫人说你练功时好像有点阻滅 谷夫人讨法这么硬 这一切都很正常 只是近来有点心想不力 是不是因为练功时太急进了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一直没有逼过自己 只是循心所知, 两力而为 不如这样吧 我内功可以凌晨定气 让我帮你平复一下心神 去吧 方大哥, 你觉得怎么样? 这次比上次好好多 麻烦重姑娘 任兵魂 一几张伏父总主 师父, 走 走 兵魂 兵魂 师姐 师姐, 你怎么了? 师姐 兵魂 是吗? 是吗? 冰雲, 有我在這兒沒事 你安心優養 風大哥, 這次幸好有你在 還有這麼多位出手相駕 不然冰雲死命不補 近姑娘, 你不用客氣 你既是風兄弟的妻子 也是常姑娘的師姐 那就是我們的朋友 沒錯, 那你就安心留在這兒休養 有甚麼事隨便唱聲就行了 秦姑娘, 那你就和風少俠俠留在這兒 照顧你師姐吧 不用了, 我受的只不過皮外傷 不想勞煩這麼多位為我操心 這就是風大哥陪我就可以了 你和師姐這麼久沒見 應該有很多話說了 我們還是不要妨礙他們相聚 那也好, 我們不要妨礙他們 先出去 風大哥, 這段日子以來 我真的很想念你 我之前傷殺你 我真的對不起你 你會不會怪我 我受制於旁班 我才會對你狠心下毒手 甚麼都是他逼我做的 我明白 我有私命在身 我想你也知道了 旁班想借助你修煉魔功 他逼我接近你是真的 但我對你的感情也是真的 所以之前他要我殺你 我無論如何 我無論如何為你留一線生機 他為了這件事開始懷疑我 我知道你會懶 還留在旁班身邊監視他 旁班是中原禍根 我很明白當中的利害 來到最後關頭 我不會放棄的 為了這件事 我還留在你師父 這件事也怪不得老人家 為了武林大谷 他才逼不得已的 雖然他曾經幫過我 但我不認同他的作法 對你太不公平了 這麼多年來 為了要完成師父給我的任務 我沒辦法不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 不僅要騙人 我還要騙自己 本來已經麻木 直到我遇到你 對, 最令我痛苦的 是要我親手殺你 你知不知道當日 當日那個劍似在你身上的事 我簡直痛不欲傷 我寧願死的人是我 冰雲 我差點錯過了你 幾乎了斷自己 我就是笨 蜂大哥, 你不用自責 我明白這劍對你打擊很大 還傷得你很重 要怪的應該怪我 整件事已經清楚了 甚麼都沒有錯 我別再疾怪自己 要不然 我會更加不開心 蜂大哥 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我們終於在一起 我們要拋開過去, 重新開始 好, 重新開始 師姐跟你說了甚麼 我們真的沒猜錯 冰雲真是迫不得已才這麼錯 我差點錯了 你真的相信她的話 你是不是還懷疑她 我小姐心目中 喜歡的人不是你 從我把草雀給你那一刻開始 我怕我預計會面對今天這個局面 我只是想不到這一刻她來得這麼快 也沒想過要一下子作出決定 我不是要破壞你和師姐 或者讓你作出決定 我知道你是一個重感情的人 我諒解你的難處 無論如何 我衷心祝福你 得到真正的幸福 不是 對不起, 別跑了 這是甚麼 這甚麼有 六個碗頭 走…你別一走 你怎麼搞的 不知道你還要看你的臉色 好… 別吵了, 別裝了 我先進去… 這是甚麼 小小子說過了 旁邊耳目眾多 都能追殺失去全香港 不怕她不算得生 我還以為只有師父, 真是死了 好香, 很想煎香牛吃一頓飽的 忍一忍, 我們喜歡煎香牛吃東西 還惹人注目, 起日沒上菜, 被人殺了 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厲害 師父, 前師父, 最後, 真是真的 這是我的頭髮, 別笑我嘛 笑我的人沒好下場 勇氣, 賣單, 賣單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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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甚麼都別這樣說 現在大街大巷, 旁邊耳目眾多 我在對面有一間客房 跟我來不安動了再說 好… 來… 你們進來幹甚麼? 我們包了這裡 不收客了, 走吧, 走吧 你叫你大哥 我的房間就在這裡樓上 我這裡走過去也行吧 快走… 快走… 你說甚麼人這麼大陣仗 也不像中原人 你們倆自己的東西都還沒想到 別這麼八卦 這個大一點, 你吃 好香 對了, 為甚麼你不吃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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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真的嗎 我們扮得這麼醜 你呢, 你是瘋別鬍子 我長大了, 還沒笑成這樣 現在旁班追上你們兩個 不是我, 你可以不聽我說的 旁班追上來的時候 我不夠膽子 到時候我救不了你們兩個 不過這樣, 在路上這麼久 似乎一個摩斯公的妖人也見不到 你是不是弄過我們 圖女兒, 你說了 你們一直以來都見不到妖人 那就是你們這輩子的裝扮 成功欺騙了他們 他們去了其他地方找 是呀, 甚麼都你說了 我本來的生活很逍遙自在 現在我為了保護你們兩個 你看, 你看我弄得甚麼樣子 我又餓過肌, 有東西又吃不下 你可以不聽我說的 你可以穿得彩雀在外面到處走走 一個不跪被旁班殺了的話 你幹甚麼, 別來找我 豈不是瘋子, 我相信你 你不覺得她有點不妥嗎 有甚麼不妥 你記不記得 她整隻手都油膩的 還有, 說話的時候 像一股雞腿一樣 我認為肯定偷偷地 自己出去大魚大肉 雞腿都聞了 整天都不太猛了, 活該騙你的 讓我整桶月來嘆喊 看看嚇不嚇死你 讓我看見, 讓我看見你 還不讓我們安裝回來? 怎麼樣?穿著衣服洗澡的感覺 是不是很涼快呢? 師父, 這次我都不幫你 好玩不玩, 我旁班來玩吧 還要來真是有情有義, 真是有義氣 誰叫你們?找雲青的事來笑我? 總之這次就打和了 你只說打和了 三個人錄字都聽到了 以後互不相欠 總之他不玩我就不玩 總之他不玩我也不玩 總之他不玩我就不玩了 我都說你不玩我就不玩了 你倆加上幾十歲了, 夠了好不好? 還是他壞的嘛 說話說, 被他弄固了一整天 很餓, 我們吃宵夜 好, 不行 為什麼? 剛才我進來的時候 外面有很多神秘高手 今晚一定有事發生 不要出去惹是生非了 你以為我們還信不信你? 我這次說真的 哪次不是說真的? 別管他了, 我們在這兒 不如這樣, 讓我換件衣服 和你們一起去好不好? 快點吧, 貪靈 都這麼晚了, 你說哪裡還有包心刺肚吃呢? 包心刺肚? 他們的小小姐 飛進去森林檔 送幾隻生雞回來燒就行了 你現在到我了什麼? 總之帶你們去… 死得好, 又輸了 有東西 很重 將空, 馬上出去看看 是 王爺哥哥 師姐, 師姐 王爺哥哥 王爺 王爺哥哥,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十一前, 我奉王命 保護高禮大使入京 阿姨, 沿途一路都相安無事 直至今次入城 本王發言有十幾人跟蹤 已經加緊提府 但想不到還是出事了 究竟是甚麼人做的呢? 這件事來得很突然 但如今高禮大使一死 父皇一定會怪罪下來 那怎麼辦? 難道眼伯伯看著你 被皇上降罪? 降罪是少了 更重要的是 會應該兩國之間幫教 誰說高禮大使死了 現在高禮大使 豈不是活生生站在那兒呢? 你別玩了, 我們在談正經事 我現在跟你說正經事 王爺, 你先聽聽我這個安排 高禮大使被刺殺 不錯, 不過大難不死 只受我的輕傷益 你那個殺手會怎麼做? 若然他們知道高禮大使 還沒死的話 一定會自己在你行之 不錯, 到時候我們預先佈下 天羅地網, 捉拿的真兇 那王爺可以大罪立功 對皇上有個交代 比百白回經代罪還好 不過是師父仔 這次你說得多對 這次連你也贊過了 王爺哥哥, 就這麼說 就算救不了人 引個兇手出來也好 這個的確是目前為止的方法 其實高禮大使非常少可 本王都想知道究竟是甚麼人的主事 好, 就讓我幫你引蛇出洞 樊兄, 今次辛苦你了 客氣客氣 慢著, 高禮大使說到底是大官嘛 看你擦眉擦眼怎麼做 但是我說, 找柏柏, 起碼他也不官端正 我?有沒有搞錯 這個傻瓜一點經驗都沒有 找他做大使? 是呀… 就是他沒有經驗才做大使嘛 你知不知道做跟班很重要的 又要有吉祥, 又要武功高 又要江湖經驗 那三件事你都具備了 不找你, 找誰, 對不對? 都說得有點道理 好, 你做大使, 我做你今晚保護你 不是吧? 肅客令賢, 恭迎賢王爺 令總令, 你怎麼在呢? 稟王爺, 最近這裡有多連動出門 所以下官奉命到你 都會王爺和獅子大型的安全 王爺, 王爺, 一路安全了吧 安全 那就好了 屬下已經為王爺打邊武一切 就得下官為王爺引勞吧 有勞令, 統領 施捷大人, 王爺酒微菜薄 實在招呼不到 來, 寧賢敬各位一杯 請 統... 統實卡榮, 實實統實... 不知道大人的意思是... 原來你不明白我們的語言 大人的意思是說你太客氣了 好, 請 請... 對了, 上次貴國的四王子 陳到中吐一游 靈驗有幸, 跟他有一眠之緣 不知道他近況好嗎 幸虧你在這裡 不然是中招, 要你幫我說完 卡 大人說四王子他很好 對了, 上次四王子送給皇上那件禮物 手工非常精細, 皇長孫非常喜歡 不知道出席哪位名像之手 勇實 沒錯, 那件禮物是我國的珍寶 那幅上了八十一顆夜明珠的白鳥朝皇秀圖 是我國的名像, 奢基德 用了三年才完成的作物 不過很可惜, 今年年初他死了 損失了這位國寶級的名像 我們全國上下都很哀傷 真是太可惜了 皇長孫還想請他幫忙, 還有一幅壽畫 如果皇長孫不介意 待我們回國之後 我們再介紹另一位 草藝非凡的壽像給他, 好嗎 那就最好了 靈統領, 一路上要你為我們打點一切 辛苦了, 這一輩本王敬你的 王爺言重 和王爺做事是屬下的本分, 請 請 時候不早了, 令爺言還要事在身 暫時失陪, 請各位萬勇 請 請 請 總算過了第一關 范大俠果然見多識廣 連高麗貢物也囊囊上口 本王實在佩服 我等於各個的寶物都略之一二 要不然就枉稱杜霸 不過如果要稱讚, 稱讚小徒 還是他夠機智淡定, 才不會露出馬腳 人都走了, 還怕成這樣 甚麼事, 王爺 王爺, 我認得靈嚴就是殺大使的兇手 靈嚴是兇手, 沒可能 我認得他是雙鞋 賊喊觸賊 原來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我們這次不是中了他的圈套 那就是說他表面上就護送我們 糟了, 以後不是很難得身 靈嚴是錦衣為統領 屬於皇上的親兵 他怎麼會殺大使呢 我很清楚看到他都是鞋 怎麼說也好 這件事很難想像是靈嚴所為 漢伯, 你會不會太緊張 不如說, 你早點休息, 別胡思天上 對了, 回去休息吧 謝謝菊夫人, 菊姑娘後代 兵雲無以為報 靈姑娘, 你太客氣了 對了, 你的傷勢好了沒有 沒甚麼大礙了 謝謝菊夫人關心 靈姑娘, 我知道這麼多年來 你都受尊師所託 在旁邊這個魔頭身邊打聽消息 真是忍辱負重, 令人敬佩 但是這次怎麼會暴露了身份 被李邪薇追殺呢 說起你, 兵雲真是有肉師命 愧對師母 兵雲, 你根本沒錯 你為了完成師命 這麼多年來受不少苦 就算是你師父也沒權怪你 謝謝你, 風大哥 這段日子追隨旁邊的身邊 為虎作殘 那種委屈, 實在不為外人道 但是每當我想起恩師寵託 我就唯有咬牙關, 苦苦支撐 但是我怎麼也想不到 他竟然要我殺死風大哥 雖然我暗中把劍刺歪 並沒有殺死風大哥 但是我知道這一劍 已經傷了風大哥的心 我自己就痛不欲生 從那一刻開始, 我漸漸懷疑所做的一切 是不是真的值得? 我反覆掙扎, 忠於大切大悟 下定決心, 要背叛旁邊 我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 我只不過是個弱質女子 我只想和自己心愛的人在一起 我不想再理什麼師門重託 武林大局, 就算受盡天下人的拖馬 只要和風大哥在一起, 我就甘心 李楠我是為了感情而來出這麼大的勇氣 真是令人佩服 現在我是不知道怎麼跟師父交代 放心吧, 師姐 師父多年來都關心你的安危 他一定不會怪你 是啊, 我也相信賢師太 不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 他一定會諒解近姑娘的苦衷 是啊, 這些都是日後的事 大家都不必擔心 今天我們就放開心懷 來吧, 酒菜都冷了, 一起喝一杯 來吧, 冰雲 多吃一點 謝謝你, 風大哥 你也吃嗎? 宗主肯親自來接我 證明在宗主心目中 冰雲不是可入口嗎? 師妹 師姐 在想什麼? 這麼晚還沒休息嗎? 我們兩師姐妹這麼久沒見 打算看你怎麼樣 我之前見你, 我有任務在身 我們沒有好恐罪咎 師姐, 不要在我面前演戲 你說的話可以騙到所有人 但騙不到我 師妹, 你說什麼?我不明白 雖然我不知道你這次出現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但可以很肯定 你不會因為風大哥而背叛旁班 師妹, 我看你一些誤會 我沒有誤會 當日在樹林裡 你等旁班接你回摩斯宮的時候 你已經為他動了真情 你看著旁班的眼神 我看得很清楚 沒錯, 我是對旁班動了真情 但只是我一箱情願 他的心根本就沒有我 不怕老實跟你說 我曾經想過為了旁班背叛師妹 但就算是, 那又怎麼樣 我肯為旁班付出一切 到頭來, 我又得到些什麼 我對他有情, 他對我無疑 就是因為這樣 我決定放棄對他這份情 我已經想通想頭 與其伯伯為一個不愛我的男人犧牲 倒不如真識一個 一直對我很好的風大哥 但你最愛的人是旁班 那你就是欺騙風大哥? 師妹, 我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明白到一個女人 只要有一個愛你的男人在身邊 那就會得到幸福 我已經一無所有了 你當成全我也好, 可憐我也好 幫我保守這個秘密 千萬不要讓風大哥知道這件事 師姐 師妹, 你當我求求你 我已經跟風大哥拜了課 成親了 波兄大人 其實男女感情是兩個人之間的事 那些人就不應該插手 不過我想提醒你 對這些事應該比較缺脫 千萬不要拖泥大水 浪大哥 我明白你想說什麼 你是想叫我不要辜負模擾 恕我直言 你覺得這件事對秦姑娘是否不公平 按照剛才的情形來看 近姑娘還不清楚你和秦姑娘之間的關係 如果這樣的話 不單對秦姑娘不公平 對近姑娘也不公平 你是不是應該對她們坦白 然後大家三個一起想出解決的方法 其實我也想過這一點 只不過事出突然 一時之間 還沒引到適當的時機 和冰環交代清楚 原來風兄弟也有想過 那算我多虧了 來, 乾杯 來吧 你在想什麼? 沒有, 我們以前不是經常去河邊打雨 那時候無憂無慮 回想起來 那段日子 是我一成人之中最開心的日子 冰雲, 有件事我早告訴你 什麼事? 是歸我和師妹的事 當她為了求菊分治好我的內傷 結果被菊夫人給她吃傷受過 其實整件事都是因我而起 可是我對不起她, 對不起你 你千萬不要怪你師母 要怪就怪我 難怪我回來了之後 夢瑤總有點奇怪, 好像不歡迎我 其實我還看得出她喜歡你 只是我不想相信這事實 阿京 我將這件事說出來不想完全 對你不公平 下次你會很傷心 想不到夢瑤在你最需要人關心 照顧的時候不離不棄地陪著你 還有危急關頭 為了你犧牲自己的清白 付出這麼多 相比起你 我就一直虧欠你, 傷害你 我真是有點慚愧 我比起她, 真是有所不宜 我哪有資格怪她 是 風大哥, 你不用內疚 夢瑤對你恩心義重 這份心恩你不可以不報答 夢瑤是個好女孩 你不可以傷害她 更加不可以對她此亂中氣 你的意思是… 風大哥, 如果你選擇對她負責人 決定跟她在一起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我絕對支持你決定 不會有半句怨言 乖, 只能怪我們有緣無分 天意弄人 我現在只想多陪你一定日子 以補償我之前對你虧欠 那我就心滿意足 我到底應該怎麼跟師父交代好呢 師妹, 我經歷了很多事 我明白到一個女人 只要有一個愛你的男人在身邊 就會得到幸福 我已經一無所有了 你當是承傳我也好, 可憐我也好 幫我保守這個秘密 千萬不要讓風大哥知道這件事 師妹, 你約我來是不是有話跟我說 我只是想多問你一次 你這次回來風大哥身邊 是不是真的沒有其他目的 你相信我的, 又何必要問我 不相信我的, 我回答也沒用 我知道為甚麼你這麼緊張風大哥 你說甚麼 你不用瞞我了 風大哥已經坦白跟我說清楚 你放心吧, 我不會怪你們的 你對風大哥付出那麼多 足見你對我有多深 我很明白你的處境 你們的關係 難怪你會有憧憬 但是他是一個男人 可以不當這是甚麼回事 師姐, 我想你搞錯了 我根本沒想過跟你爭風大哥 我只是不想他 再受一次感情的傷害 那你就是說我會再傷害他 我真的認識他也來不及 怎麼會傷害他 這層真的要你自己才知道 師妹, 我說句老實話 你口聲聲說我另有目的 其實只是借口而已 你要跟我爭風大哥的話 又何必口不對心 人家說我 人家說我 就是叫人問號的意思 王爺… 就是這樣 那個靈驗又不會聽我們說甚麼 跟何方那麼笨 我真是學不懂那些高麗話 甚麼又蝦又說又說的 還有…那些風俗的地理 我完全聽不到你 韓柏, 如果你是高麗大使 若然對高麗國的事一概不知的話 很容易被人識穿 是, 靈驗不懂得聽高麗話 若然有其他人在場的話 那怎麼辦 王爺, 其實你不要怪我多罪 真正的高麗大使就是靈驗所殺 那就是靈驗根本就見過他的樣子 就算那個徒弟怎麼扮 他也知道是假的 他到現在都不結尊我們 一定另有一謀 我始終不敢相信靈驗就是兇手 若然我們只是暴風捉影的 到時候只怕會冤枉好人 韓柏 小人載 我們繼續 又來了 王爺, 既然如此 我也不打擾你們上課了 對了… 反正我們在這裡也沒意思了 不如出去走個圈吧 我知道你悶了 既然你想出去, 那就出去吧 謝謝王爺哥哥 在外面吸的空氣特別自由 你以為徒弟仔在裡面的悶死了嗎 甚麼徒弟仔, 是高麗大使 是呀, 不要亂說 幸好你那天說我穿起老婆不像太子 要不然在裡面悶死一個是我 就想叫你假裝也不像 不像… 出來 好 徒弟仔, 上完科了 說兩句來聽聽 怎麼樣, 是不是悶得傻了 不是呀, 我在想 究竟是不是我看錯了 不過不是呀 我真的認得一雙鞋子 話說回來 你們倆信不信我 信, 當然信 我也相信你 我早就看過靈兒不太順眼了 我覺得他不是好人 那算你們呢 不過我們相信你就沒用了 王爺不信嘛 那就是呀 沒理由被兇手 白白地在這裡逍遙法外 當然不會 怎麼樣 我們一於全日十月的時辰 不懂不法跟著他 他只不過是一個人 還要是不聰明的人 他遲早露出馬腳 到我找到證據 就不得王爺不信了 客官 客官, 你好 各位客官, 請坐 站好了, 站好了 客官, 你們在這裡 有沒有雙手的姑娘 我們不是來找姑娘的 甚麼 來這裡玩就別害羞了 別管他, 我們要姑娘要姑娘的 要姑娘, 那要多少位 我們三個人, 那去三位 給我三個最漂亮的姑娘出來 你們剛才有三個人 為甚麼現在只剩兩個 去哪裡了 一切見機行事 你們是誰, 你想怎麼樣 我想要你身上藏的東西 我還以為是淫賊 原來只是個賊 我數三個, 請你自己交出來 不用數了, 有本事的, 自己來拿 既然你這麼說, 那我就不客氣了 淫賊 救命呀... 你怎麼打我 我何止打你 我殺你 他希望我 你這個淫賊 算了, 你走得快 笑吧… 下井下石, 沒甚麼義氣 你還說, 你才沒義氣 把我們兩個在妓院 最後我們多難才脫身 就是 當時情況緊急, 怎麼怪我呢 就讓你磨練江湖經驗吧 算了… 幫你想想 怎麼跟雲青姑娘解釋更好 這種人還幫他 還是我徒弟仔有義氣 不過最糟糕 找不到靈緣的破綻 要不然就可以跟王爺說 幫你跟雲青姑娘解釋一下 那又不用了 我想一想, 雲青也不知道他是誰 要不要解釋 是呀, 那你以後就蒙著臉去見雲青姑娘 以後就不要讓他認出是你 要不然… 不知道那個靈驗 跟那個適武功的姑娘有甚麼關係呢 還有他交了甚麼給他呢 你不是自認自己去老江湖 甚麼都知道嗎 你也不知道, 那我們怎麼知道 我知道, 一定有古怪 廢話 好 一起見雲青 走 上燈 你幹甚麼 大師沒事吧 沒事, 大師喝醉了 人來, 送大師回客棧 是 是 讓福派送大師回去 不變了 漢伯怎麼樣 他死了 王爺, 不用擔心 我這個徒弟真是很奇怪的 死了之後會回生的 發德學, 在這個時候你還跟我說這些 王爺, 是你有所不知的 我這個徒弟不是第一次死的了 而且死完翻山了 身體比以前更好 當真 是呀, 王爺哥哥 上次他死的翻山 是我親眼見到的 真有其事 不過這樣, 這次可不可以翻山 我真的不敢說 想不到靈驗那隻狼子野心 想撤殺本王 這次好像韓伯在這裡 幫我擋了一劫 照樣看來, 韓伯所言非虛 殺高利大使的正確就是令儀本王 目的是將陷害本王 好等本王在皇上面前 難道保護大致不力之盡 但是他怎麼會陷害王爺哥哥呢 令儀未敢依為統領 一向直接受命於皇上 若非父皇旨意, 他端不會這麼大膽 令大人 徐小姐 令統領, 為甚麼這麼慢 王爺輸罪 不知道士哲大人上車了沒有 士哲大人在車上等得不久了 你還不快讓他開門 是, 王爺 他昨天明明中了我一掌 他不死也應該重傷的 沒理由一點屍都沒有 走 走 王爺, 走了這麼久 我看大家都累了 不如停下來休息一會兒 不用休息, 我們不累 我是跟王爺說 請統領, 本王也不累, 我要緊 大士哲大人也應該累了 一路上山路崎嶇 萬一勞累親士哲大人的貴體 下官真是擔心不理 下官還是要大士休息一會兒 停 士哲大人有請 大人剛剛睡著了 我想你還是不要打擾他了 大人, 大人 來, 叫你不要騷擾大人 現在大人發脾氣了 來吧, 我一人把馬車把他修好 大人 若非本王親眼所見 亦不會相信 韓伯, 你現在沒事就沒了 你審命救本王 若然有甚麼不測 本王這輩子都不會害怕 王爺是韓伯一生中最敬重的人 只要保護到王爺, 韓伯沒有了命 所以你太傻了 可惜只行賞經, 路上空血萬分 你還有忠肝義膽, 肯審命相護 只怕會防不勝防 讓我來吧 很香啊 是呀, 我點了一些 可以令你凌晨入睡的檀香 那你早點有情 以為你凌晨 這次他找不到 你兩口可 會被放下 我讓你死去 明白嗎 而已 我沒有了 你還要我 你還要玩嗎 是其實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大哥, 甚麼事? 我在夢裡見到一個輝海 和玉杯上的同愛一樣 那意思是甚麼意思? 都不知道 當你覺得這個廢號 一定跟我有什麼關係 其實你也不用多想 或者有一天夢會告訴你 究竟是怎麼回事 浮雲公佈與洪湧變幻氣 總是渴望逍遙我路 拋去氣勢的見途 標逐我夢境 明天真意露 代價太高 風聽我呼嘲 魂液替我互發 通眾出潮 用上心極退開笑 偉大紅徒萬世亦照耀 重現世界無匹好兵器 一發照伏與經天地 情和二百多年 從現世間無匹好兵器 一發照伏與經天地 情和二百多年 寫氣 舊雲公佈與洪湧變幻氣 總是渴望逃遙我路 踏去氣勢的見途 要逐我夢境 要逐我夢境 靈天震怒 代價太高 守慶岸刀上 無奈各輩負了 哪不見立場 盡了千輩了千輩了欣熱 既是男兒絕對未退讓 從現世間無憋好兵器 一發照伏與經天地 情和二不忍寫氣 風雲舊夢化不准 劍場未遂 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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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大哥 你沒事吧? 我會有甚麼事? 你最近是不是有點心水不靈? 為甚麼你這麼問? 我看你最近臉色和精神都很差 可能我剛剛佩服你, 還沒精神 楓大哥 楓大哥 對,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那我不妨礙你們了, 你們慢慢聊 其實我也有事想跟你說 那我們去那邊 楓大哥, 我… 對不起,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怕再過一會兒,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一直以來, 你為我付出太多 楓大哥, 我今天可以恢復公領 都是因為你 所有事都是我甘心情願 你不需要這麼說的說話 我老婆真是太自私了 我今天來想跟你說其他事 這些是在你房間裡的香爐找到的 你聞聞 誰說這些是龍鹽香, 可以幫助入水 龍鹽香不是這樣的味道 如果我沒猜錯 這些是來自莫屈的一種草藥 叫九葉羅莎 九葉羅莎 我聽師傅說過 這些是以前員兵用來偷襲敵軍時用的迷香 聞了之後會令人產生幻覺 你說我最近經常發惡夢 是因為…我? 明雲豈不是想害我嗎? 你太相信他了 對我一點防範都沒有 其實我回來一直都是騙你 他愛的人不是你, 是龐斑 當日在摩斯公外 他明明可以跟我回慈王盛齋 但是我看見龐斑來接他 他就很開心地跟了他走 不會的 如果他對龐斑不是用情那麼深 他又怎會忍心看著你做他的練功勞頂 明明有機會也不離開摩斯公 為什麼一直不來?你都沒有跟我說 我怕你失去求生意志 不想影響你的療傷 不僅如此 你知道為什麼你師父突然知道你的身世嗎? 這些都是我師姐做的好事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去問問韓彭 是你師父親口跟我們說的 不會的 不會的 其實我想了很久都不明白 師姐跟龐斑做的事 處處都針對著你 我懷疑背後還有不知道什麼的陰謀 兵雲 兵雲,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兵雲 兵雲, 兵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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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雲, 你沒事吧? 兵雲 兵雲 兵雲, 我不想再吃了 姑姑娘, 這是什麼? 看來是五石傘 混了天祖國的柯芙蓉 柯芙蓉是什麼? 她不是說心智的東西 吃了之後會令人偏偏肉 先吃了, 如果不吃的話 就好像僅姑娘那麼辛苦了 兵雲 你為什麼要吃這種東西? 我不想想事 我想麻醉自己 我罪自己? 為了娶得龐不遂任 我一直假意討好她 甚至不惜傷害你 為了不想令師父 交給我任何功歸一歸 我要扮成愛上她 由那天開始, 我就心不如死 夢兒, 我知道你不會相信我 但是我不會怪你的 就像那天在摩斯宮外面 你把某件隔在我頸上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那一刻 我真的很想你馬上帶我回去見師父 因為起碼 我不用在摩斯宮做內應這麼辛苦 但是很可惜, 慢慢追到你 我怕他會傷害我們 我為了要保住大家的命 唯有繼續扮好愛他 主動跟他走 自此之後 我就像行屍酒肉一樣 留在旁邊 我真的很討厭自己 我甚至不敢閉上眼 我怕閉上眼, 我就想很多事 但是我這一生日最對不起的就是風大哥來 所以我唯有靠成五直神 忘記現實, 罷罪自己 冰君 大哥 我不會再讓你這麼安靜我自己 我不會再讓你這麼安靜我自己 孤大哥 再讓我走 我不會再讓你這麼安靜我自己 我去哪兒 我去哪兒 你去哪兒 我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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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兒 我去哪兒 你去哪兒 我去哪兒 這也是我師姐做的好事 師姐和黃番做的事 每處都針對著你 我懷疑背後還有些不知道甚麼的陰謀 黃番, 你為甚麼要吃這些藥 你別管我, 我很辛苦 你讓我吃吧 我昨晚陪著你, 你還能熬得住 你在這裡, 我甚麼都熬得住 可是你不在這裡 我就亂想事 甚至想到你是不是去見夢瑤 你為甚麼胡思亂想 不是, 我知道你的心裡還有他 我比不上夢瑤 我對你做了太多不好的事 為甚麼你要這麼想?我沒怪過你 你可以原諒我 但是我不可以原諒自己 我背不上你 你和我去一帶就是你和我的地方 放鬆, 到那裡我們朝而快活 自由自在, 光會上的東西 我不想再管了 鳳大哥, 你是不是不想和我在一起 當然不是 那你一定不能夢搖 我沒有 既然你不想我見他, 我跟你離開了 真的嗎? 你們倆可以走了 我和鳳大哥打架了大家這麼久 無論如何也不太好意思 鳳大哥體諒我, 我們想先行離開 至於師父方面 請師妹來代我向師父請聚 遲些有機會 我就會和鳳大哥回去見師父 那你們打算去哪裡? 暫時還沒決定 總之找一帶沒人的地方, 避世隱居 我和鳳大哥永不分離 近姑娘, 鳳大哥 那你們以後多多保重了 鳳兄弟, 如果有甚麼事 我們老郊幫隨時歡迎你們 謝謝老大 各位, 告辭 告辭 封大哥, 告辭 告辭 鄧大哥 報告辭 我想夢兒有些事想跟你說 我在這裡不是那麼方便 我去那邊等你 甚麼事 你可不可以不走? 你不要養我為乃 是不是師姐一定要你走? 我也認為這個時候應該會離開 師姐要你這麼急離開 一定不懷好意, 別有所逃 你別再說了 你相信我, 他真的有問題 他會害你 我知道你很關心我 但有些事我自己會適應付 你怎麼不肯相信我? 孟兒, 冰雲始終是我妻子 孟兒, 我想我們是時候會分開 我不是因為感情要你留下來 是你的安危 我不覺得自己和冰雲在一起 有你說得這麼可怕, 你不用再怨我 孟兒, 真正傷害人家是我 對不起, 我沒有補充 媽, 我來… 黃爺, 山野之地要慎藏有所不惡 那倒是, 通常的賜客 都是居心頗差, 防不勝防的 是不是, 王爺哥哥 近日賜客猖獗 靈統你加緊提防也對 不過本王相信如今眾目睽睽 奸邪之背也不敢亂來 你也暫時休息一下 是, 王爺 是呀, 王爺這麼懂得 體諒奴才 大人, 那你就休息一下吧 師子大人, 你好 你好, 謝謝 想不到師子大人 也吃過鑑魚 跟我們鑑人沒甚麼分別 稍微這樣吧, 王爺弄得好 對了, 看了師子大人 今天他的臉色好像不太好 這個狗官呢, 整個都慘了 整個都慘了, 整個都慘了 搞定了 好, 師子大人說 你當然是眼花鼎了 今天他的臉色 也不知道是多麼紅潤 相反, 師子大人說 你就臉色的臉色 不知道是不是作賊心虛呢 不過這樣難怪的 大人你當然擔心 我們的安危擔心得臉色的臉色 電日趕路, 怕招呼不周 來, 下官要以茶代酒 敬師子大人一杯 麻煩了, 師子大人說 叫你省點氣力就行了 自己來吧 師子大人真是… 小二, 收錢 小二, 師父, 整個都清不到靈驗那種 小二, 你現在的耐力是不錯的 大尾才運高竅門 所以無法發揮 那就是說我現在跟靈驗打 隨時會輸 你就是等於有了寶庫在前面 雖雖雖還沒配齊門事 錯, 不是那些門事 是一條門事 就是差死多次 沒錯, 就是差死多次 死夠三次之後 三神歸位, 武功大盡 到時候靈驗也不夠你打 那你快點去死就行了, 快點 糟了, 拗癢了 死有多懶, 舉起自己的手 用重力拍到天天蓮蓋裡 包你死 再不然用手掀著頸 用斷氣為止就行了 很容易而已 那師父, 你來吧, 快點… 好 快點… 站住 不要…如果我真的醒了 瘋了怎麼辦 不要打頭 是呀 那擦頸吧, 來吧 我才不擦 免著對著你的死樣子發惡夢 每個人的死都差不多了 打頭又怕打傻了 捏死他又怕難看 徒弟, 起來 怎麼一刀腳踩 鬼 這麼狠, 怎麼會死呢 不是呀, 師父 前兩次都是打心口死的 今次都打心口了, 來… 好, 心口就心口了 來 你… 不行呀, 你叫我殺人就說 要我殺死自己的小徒弟 你怎麼做得出街頭, 來… 你跟他沒甚麼感情 來…快點, 快點 不行… 我這麼大個女兒 都沒殺過人的 這些事我不做的 說整天, 原來最划算你們兩個 死靜白口 怎麼才能死進去呢, 你真是 浸死他就行了 好, 這麼辛苦 又是你?想怎麼樣 原來你一直都帶在身邊 難怪剛才在你的房間找不到 你把那公仔還給我 我問你, 那公仔你怎麼得回來 關你甚麼事 總之你不把我還給我, 我對你不客氣 就憑你 赤尊信跟你甚麼關係 關你甚麼事 你們保護獅子帶嗎?我去追 你怎麼突然跑來 你怎麼突然跑來 這些是我的事, 你沒必要知道 我們上次刺殺二皇失敗 你知不知道他們已經有了房秘 你現在出現, 有沒有想過後果 總之我做事有我的原因 還有, 以為你不要再用這種態度 跟我說話 我和你只合作關係, 不是你的手下 別說你了 就算連你主子 也沒權吩咐我做事 做人謙卑好一點 小心自己說的話 我從來我行我素 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 做甚麼就做甚麼 你可以管我嗎 要管的, 管自己的愛事 比領大人好好的 百科學昨晚出現, 到底是為甚麼 難道是上次行至本王不遂 今次想來刺殺谷麗大師 其實原因是很簡單的 小童子, 你的頭弄了甚麼 看 甚麼 好, 行了 太棒了 這招就是聲東激西 你說就行了, 不用做出來的, 師父 不做出來當然大家不明白 你以為每個好處都這麼笨嗎 是呀, 走吧 王爺, 這些三樓招數 我三歲未戒奶的時候已經認識了 行了… 上刀 王爺哥哥不想知道你這麼多東西 飯答的意思是 白科學這次的目標並不是韓鵬 沒錯, 王爺你這麼大的目標在這裡 他又怎會找到一個 假的功力大師來動手呢 這次你也說得對 他表面上就要對付阿柏 實際上想引開我們 跟著行刺王爺你 你也說得對 這一招呢, 跟上次的招一模一樣 所謂顧忌從屍, 這個刺客真是笨 幸好上次我們沒有上當 說實話, 我昨晚真的不覺得 白方華來殺我 反而對赤前輩的公仔 她還有興趣一點 那那個公仔呢 她拿走了, 赤前輩的遺憾保不住 我又覺得有點對不起赤前輩 難道這個白方華 跟赤前輩曾經過節 你不是說過赤前輩的婚人是姓白的 那白方華也是姓白 會不會就是她呢 但是赤前輩人叫白獸獸 她叫白方華, 會不會是 名字可以改的 你們倆爭論這些是沒意義的 事實就是寧嫌要刺殺王爺 但他又不方便動手 就找個刺客 所以現在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保障 王爺在路上的安全 沒有鎖門嗎 阿帕 糟了 老婆 幹甚麼 他不見了 幹甚麼 他不見了 別讓她像個大驚小怪 可能他去了茅廁 怎麼會, 他門人無所 閒人無所一定被捉了 又是個白芳華 一定是, 不行, 要找他 不行 冷靜點, 都說聲東激勢了 我們去了之後那王爺怎麼樣 你在這裡等我 我去通知亨克義將保護王爺 又是你, 你為甚麼保住我, 想怎樣 你老實跟我說 你跟赤尊信有甚麼關係 那你跟赤前輩有甚麼關係 難道你是白修修 是還是不是 你怎會知道我以前的命 好了, 赤前輩 我終於找到你夫人了 你閉嘴 我跟她再沒有半點關係 是 可是赤前輩一直都很想念你 他還叫我一定找到你 你手上的娃娃 不是赤前輩臨終之前 親手做的 他叫我一定要親手交給你 求你原諒他 原諒他 老伯, 師母 甚麼師母 我當赤前輩是師父 你就是師母 你不用在這裡賣口怪 不是, 我問你, 他怎麼死的 之前赤前輩身受重傷 但是他強行傳供給我 傳給我之後就去了 那就是說, 他是因你而死 是你害死他的 不是, 是龐斑而已 龐斑之前打到他的重傷 還挑掉他的手跟腳跟 是我救回去 他死真的與我無關 龐斑 不錯了, 要報仇找龐斑 我曾經發覺 要親手殺死赤尊信 他不可以死在任何人手上 你令我報不到仇 你也要死 你冷靜點 我知道赤前輩身情很風流 但是我知道他已經很後悔了 他現在已經去了 有甚麼恩恩怨怨的 就是勾銷 你看看公仔, 跪在這裡 這就是赤前輩臨終之前 想對你表達的最後心意 他作的業, 就算他一輩子也綁不起來 對了…我還記得 赤前輩有事交代我 你先放我吧, 我做給你看 你武功這麼高 你放了我也不放我走得遠 有甚麼要做的, 很快做了 小心, 烏龜… 有甚麼要做的, 嘩嘩 …你會被丟臨我 有甚麼要做能力 我會被人結束 又或者哩嗎 有甚麼要做得見 為何要做得到 這個樣子 你去做甚麼 你在跟過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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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他, 你把他去哪兒了 開門了韓伯 他...他被白芳華打死了 真的?好, 死得好 你是不是冷血, 死得好 他怎麼這麼兇 我們之前大家都想殺他 可是不能下手 現在白芳華幫我們殺了他 為甚麼不好 死了這次, 剛好就三次 三神貴為武功大盡 對大家都是好事 王爺, 就算靈異武功再高 我們也不用怕了 不是, 白芳華把他拿走了阿柏的屍體 那怎麼辦? 甚麼?你沒有帶徒弟的屍體回來嗎 沒有 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賣了五馬分屍的話 那就沒用 白芳華和韓伯沒有生仇大恨 他應該不會這麼做 這次很難說 剛才我看他打死阿柏的時候 出手很狠的 不知道是不是阿柏惹氣了他 就算五馬分屍 扔他到山崖 或者扔他到海鮪魚 也一樣 不要嚇我了 王爺哥哥, 那怎麼辦 爺爺, 你別這麼擔心 這件事未必你想得這麼可怕 我們一起隨機應別 王爺, 有一個人 我們不能隨機應別 要防範未嫌, 是靈驗 如果他知道徒弟真的不在 他一定會借題發揮 靈驗方面, 我們就說大肆病了 我看他暫時不敢輕舉妄動 至於何不怕 無論人也好, 師也好 我們都盡快找到你, 以賊犯著 王爺哥哥, 靠你了 放心 好 我們明天繼續上路, 很快到大漠了 我幫你點點檀香, 很容易入水 早點休息 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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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一個人傻子坐在這裡 我們是事有上路的了 這是甚麼 我不去大漠了 你把這件事交給你暗中聯絡過的人 好 冰雲有父中主所託 被風行列識穿了, 知道另有所託 不要緊 反而我為他的精明而感到高興 他沒有當場令我難堪 這是他的厚度 反而我覺得有點愧對於他 他不僅厚度 還學會不要感情用事 冰雲以後都不能再留在他身邊 或者事情已經是水到渠成 風行列比我想像中更加聰明 他居然想到 我是想刺激他想起以前的事 不枉我一片苦心 這枝笛究竟有甚麼用意 他想知道的事, 我一定會讓他知道 �龍 3 C 我等你很久了,你終於出現了 下聲令你這麼辛苦 你也能夠忍受得到 我真的越來越欣賞你 廢話一笑說,我只想知道 你到底想怎樣? 想幫你重受應有的記憶 你做什麼做我記得? 只要你怕我去大漠一次 就什麼都清楚了 你非我無功,殺我恩師 阿姨,你以為我還會受你擺捕嗎? 那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嗎? 我什麼都不想知道,我真的想殺你 好,當你回復記憶之後 我就讓你親手殺我,絕不成傑 只怕到時候你知道真相之後 你無法下手 你這麼肯定? 不肯定那個是你 因為你對自己以前的事 根本就一無所知 為什麼你這麼所知以前的事? 你是一個有膽子有智慧的人 我想你也不想會在一個不明不白之中 這些是我的事 過去在你身上,有這麼多解不開的謎 你有沒有想過要找出原因? 我害得你這麼慘,令你武功盡失 令你和你師父反目成仇 你真的不想知道為什麼 現在所有的答案已經在你面前 只要你肯定走這一步 就是看你自己 你想知道的事就在這個蒙古包裡 那是你家族的標誌 那是你家族的標誌 一個曾經輝煌顯赫 威震天下的王者家族 威震天下的王者家族 王者家族? 還要慢慢記起以前的事 一直以來,我在你身上做這麼多事 就是研點你心裡的爐火 和醒你多年失去的歷役 從今天開始 你的下半生將會全部改寫 因為我們的蒙古新王即將重遲 我完全不知道你說什麼 更加不想做什麼王者 你始終放不下心裡的包袱 如果你想繼續做漢人的話 我不阻礙你 但是你回去之後 你的漢人朋友還會不會接受你 你自己心中有信? 我還有很多漢人朋友 別妨礙自己 你以為他們的心裡 真的沒有戒指? 想了解真正的你,再走進去 想逃避的話,你還可以選擇離開 不是 怎麼樣?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去嗎? 我幫你沒什麼不敢 就算是恢復的事 我也不會有任何過去 是否看到一些很慘著人懷的事呢? 自從我們失去江山之後 所有的蒙古人就開始面對悲慘的命運 大家以為逃命來到這裡 就可以過一些安樂的日子 誰知道那個九皇帝始終不敢放過我們 還要趕盡殺絕 為甚麼?為甚麼他們要殺這麼多人? 因為他們要找你的下落 沒有 沒錯,你真正的身分是蒙古王子 那個九皇帝朱元璋 認定你是他命中的死地 我一定要把你隨之而誘快 這隻無論發生甚麼事,你都不要出聲 阿娘 聽話 躲起來 當時你就是躲在那裡避過一劍 守 是否抓骨,不要有何發現 說,那弟弟在哪裡? 我不知道 殺,再不說繼續殺 殺,死了 死了,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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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死了 可憐你娘就是這樣死在漢人的手上 娘 阿翠 終於找到了 連個小孩都不放過 你們簡直沒人性 阿翔, 你敢用朝廷作對 你不想死 我看不過眼, 你們亂殺人 快點離開這裡 以後都沒有回來 快點走 浪番雲救了你 可是也阻止不了 朱元璋的殘暴之心 結果全村的弟弟都被他抓了 起來 當時朱元璋還親自來審問 你們誰是龍虎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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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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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